美国史上最严苛的打击非法移民的政策来了 昨天拜登政府宣布了一个传说中的511政策 这项政策在落实前已经开放了30天的公众评论 意思就是看看美国人对这条法律如果颁布的话 有持什么样的态度 是赞成的多还是反对的多 这项政策的意思是说 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宏都拉斯啊 威地马拉 我们中国人在这些人里面都算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 毛毛雨 这些大部队托儿带女的翻墙进入到美国 进来之后就申请难民和申请免费的医疗福利等等 给美国造成了重负 所以美国政府拟定 你在经过墨西哥或者加拿大 总之在你经过第三国 你都没有向第三国申请难民申请的话 那么你到美国也不会被批准 会把你驱逐出境遣返回去 今天听我一个粉丝说 他们一起关移民间的有两个都被遣返回广东了 不过幸运的是 遣返回去的飞机票钱是免费的 综上所述 511以后还能不能翻墙跨栏进入到美国 我们拭目以待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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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